我所有给孩子们 我的组织学习 我的校园学习上就是写的 健全人格 健康体负 独立思考 自由发展 给所有的孩子们 你要告诉他们 是吧 世界观 人生观 下去有关 是什么 不是你考多少分 不是你能得多少的钱 不是你能成为求性 是你能不能做一个好人 只有我们到了海外的人 认真思考 善于思考的时候 你才知道 这些类似的邪恶 是方方便便 三百六十度 全方位的 清晰的 整个民主 整个国家 一个个体 都应该方方面 我们如果不能决心 不能推翻共产党 我们中国人 没有钱 全世界都没有钱 甚至是全人类 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感情 这么想到 能够遇到 吴慧先生 能够遇到 爆料 灭谷和 正是因为这一场隔離 能够换起 所有当年的那种热血 和那个希望 所以能跟进 那么现在 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 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 我们已经正在 胜利之内 419 一看到七哥出来爆料 他一说到什么 王岐山跟海航 一起到海航那件事情 哇 我一下子 就是 就吸引到了 我完全就是体会到了 这是一场战斗 而且是七哥一个人 跟一个国家机器的战斗 所以就是 那一天开始吧 我就一无反顾的 涨到这个爆料革命里面 我们之所以 不愿意在这里倾注这个 金钱也好 倾注精力也好 那更多的是 不是说来源于我们有实力 而是来源于我们对 我们这个爆料革命这份事业的 一个坚定的信念和信心 你有没有问过一下自己 你是参与爆料革命 你是跟老班长来的 跟炒老哥来的 跟大卫来的 还是奔着爆料革命 这个最后的结果 你的目标是敌人世界 你想想这些事情 你就把人家给我放上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不要活在埋怨里面 抱怨里面 有时候也问一下自己 你的定位 你的追求 有没有发生变化 是吧 找到自己的存在 自从我们有了这个 农场以后呢 我认为我的生活 突然就变得充实到 每天这种觉 都睡得比较少 因为要为战友们服务 我的生活又充实 又充满着信仰 而且呢 和我自己的理念是契合的 就是要追求自由 民主 法治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追随七哥 我希望 就是能够有更多像我一样的 像小飞象一样的 像我们小飞侠家家一样 这个我们这个年的阶段的年轻人 00后 95后 90后 能够站出来 能够去支持爆料革命 因为我们整个 我们这个革命 我们新农国联邦的发展 它 世然的 必然的会去 需要这些新鲜的血液 新鲜的这些人才的储备去加入 听到爆料革命之后 然后 就真的是让人认识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 安全认识 就可能 甚至可能是血了 但至少我觉得我过得自己立刻的大事 因为我现在心中是踏实了 而且 我不用任何的物资 只发自内心 我心灵里面 受到一种感染性 而不是 之前是这种物质之极远远的 我们三个人性格 欣欣跟可日子有点像 他们是那种就是 要一定要想好了 想周全了 想周到了 他们才去做的人 那我这人 我觉得认可 这是正义之路 我就不管后果 我就冲 我们做的这件事情 是正义的事 我们有什么好怕的 怕的应该是共产党这些 我们只要为正义去呐喊 为正义去行动 我觉得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代表中国人 哪个人认可 只有一个 我想新中国联邦 没有第二成的 除了G系列 一定是全球全世界的进游的 一定是会最好的 但欧洲说我们能做什么 就把我们 能够把在我们的地域 把我们的这个G系列 能够在西埃亚 把这个西域世界的 这个G系列的 一系列的产品 宣传推广出去